接下來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字型的部分 為什麼要介紹字型 好奇怪齁 我們明明上影像處理為什麼要字型 可是影像處理有時候你會不會用到中文 會對不對 英文比較沒問題啦 因為字型很多 但是中文的話 我不知道老師您的 或者同學您的那個 電腦裡面的字型都哪裡來的 要管他的 反正來就有了 哈哈哈哈 事實上其實可能很多人都沒有買那個字型 那其實網路上你可以找到很多 我上面有放兩個一個是王漢中的對不對 王漢中的那個 那其實除了這個以外 另外下面還有兩個像什麼漢頂 我們這邊有介紹一個漢頂的 還有一個什麼unicode Chinese phone 這個其實都還不錯 這個呢都有一些特殊字型 像我忘記不算是漢頂還是下面這個 他就是好像德國的 德國那個中文研究所 他們自己弄的 那所以就放在網路上面 被開放出來 所以蠻不錯的 中文的字型資源比較少 老實講 因為願意開放的比較少 而且檔案相對比較大 可是你真的可以找看看 那這裡呢 我們有放在數位學習平台上 還有一個 左手邊有一個小小軟體 我沒有特別放在剛剛的軟體區裡面 在這邊 phone loader 我不知道平常大家裝字型的話 你都是怎麼做 管他的就是全部都灌進去對不對 我跟你講你這樣開機的時候會變比較慢 字型太多真的會影響開機的速度 還有軟體的執行速度 尤其是像Photoshop那些都會 都有很大的影響 那如果說你的字型很多 可是平常用到其實並不是很多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把常用的放進去 所謂的Windows的資料夾就好 那萬一你需要其他字型的時候怎麼辦 就偶爾載入一下就好了 但是你要裝一下在移除 是不是很麻煩 所以這裡有一個比較臨時性的 你看到哪一個我需要的 好我這個字型我要現在用一下 我就載入 不用的時候就自動Tag 這樣就好了對不對 就不佔空間 可是這個有個缺點就是我們Photocab不支援 但是其他軟體都支援 比如說你的像Photoshop 或者像這個Office系列都可以用 就是Photocab找不到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稍微弄一下給你看 你就比較清楚了 好你把那個下載了之後呢 大概是像這樣子 Fornload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 你下載之後事實上就只有這個沒有 應該是這樣子 只有一個檔案有沒有 就一個小蘋果 小蘋果在這裡 好你就直接點兩下就OK的 好他會告訴你說 第一個步驟請你選一個字型 然後把它載入就這樣 那麼當你把字型不用的時候 就把它關掉 這裡有一個node的 或者把應用程式關掉就好了 所以他就比較單純 那我現在找一個給你看 你看我把它選一個字型 好比如說像我買這個金莓的 那個金莓的字型還蠻便宜的 我不知道現在還沒有 那個長用字像一般 這個已經是長用字了 就大概一片一百塊而已 好載入之後你按 選好之後按load 有沒有載進來了 他就告訴你說我字型已經進來了 好這個時候呢你可以打開你的office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痘痘體 這樣很簡單吧 因為其實常用字型 老實講 你平常能夠用多少字型 頂多給你十種二十種好不好 你拿每一次就放個兩三百種在裡面 擁有並不代表會用啊 常常我們都是這樣 軟體裝很多 結果都沒有在用 只代表你擁有 我會裝喔 我電腦裡面價值不菲 但是 那個是只有在被查到盜版的時候才價值不菲 對不對 你沒有在用就沒有用啊 好 所以這個蠻特別的小軟體 所以而且不用安裝 就很單純 給各位參考一下 只是比較可惜 我們Photocab 並沒有辦法看到這個字型 好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麼這個部分呢 就先介紹一下